要去想,他為什麼有這樣一個劇,還有不善父母,不善父母這個情況,比例是比較少,但是也是與見不鮮的。 在中國古代,你看這些小說,明星小說等等,好多這種故事,其實特別多,包括我記得有個相片也講這個問題,就是子女不善讓老人正是女。 所以其實家庭制度很好,但是家庭制度有失靈的地方,這個社會怎麼辦? 這個社會其實要對家庭的失靈做某種補救,它在制度上是要做某種補救的。 所以我們看一些相關的制度,我們就能看到,由此來發展相關的制度,比如像漢族社會。 因為如果我們想研究家庭的話,我們一定要研究漢族社會。 漢族社會,全世界中國漢族是家庭制度最發達的,沒有超過的。 中國的少數民族,大家知道,家庭制度並不是很發達的。 西方社會也不是很發達的。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就是西方社會為什麼能夠很早發展出民主來。 這種關係也都漢文獲獎。 這是要研究漢族,要看漢族。 漢族就是一個祖,比如祭祖。 要理解中國制度,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這個祭祖就是通過一種制度對家庭觀念的一種強化。 那麼祭祖其實就是要有一事的。 一年大概是四次。 我大概看了一些資料,是四次。 包括是,大概是春節的時候。 大概是英利年的時候。 這是一次。 S是在清明。 S是英利的7月份。 還有一次是英利的10月1號。 我前一次就是有一天發現那個, 北京街頭在那兒燒紙。 我不知道注意沒有。 嗯。 我特別奇怪, 怎麼都在那兒燒紙。 那是英利10月1號。 原來好像沒有。 現在好像這些,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在那兒恢復。 然後你們在街頭一看, 找那接口那兒燒紙。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 那麼這就是一種講話。 就是說,祭祖。 祭祖就是說, 我有這個祖先。 那麼這個祖先呢, 他這個形成了我們這些後代的一個開根。 那麼當然這個祖先, 同時他肯定又是有功績。 為什麼? 因為, 反而來我們為什麼要祭奠他? 是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後代。 而為什麼有這麼多後代? 是因為祖先的功勞。 是吧? 因為很多人為什麼有一個始祖? 這始祖絕不是生理上第一個, 而由他開始這個家族在新往發達。 他才會。 那麼這個祭祖呢, 實際上也是在強化你一種觀念。 就是, 我是這個家族血脈中的一環。 是吧? 當然還有包含了你這個姓氏。 是吧? 就是他不斷強化你這個家族的一種觀念。 是吧? 這個讓你覺得你是有一種責任, 這個要延續這個家族血脈。 是吧? 你不是單獨一個個人。 是吧? 你是這個家族制度中的一部分。 你是家族血脈中的這樣一環。 是吧? 所以呢, 它這是一個很強的概念。 然後讓你覺得, 我有義務去延續這個家族。 那麼, 那麼, 那麼還有呢, 就是由於祭祖上, 它就形成了一種群體的認同。 那麼, 也就是說我們共同是個九千代後代。 那麼, 形成一種群體認同。 這種群體認同也很重要。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形成一個家族, 家族之間也有家族的公共物品。 就是說, 互相也會像核心家人那樣做出某些你的輸出。 就是在家族內的一種, 叫做財富聰明存配。 而它絕不是說, 像市場中一樣, 繞獲個人理想, 就是那種。 是吧? 它必須要做出一些奉獻。 那麼, 這樣的其實, 它會帶來很多好處。 比如說, 家族也要提供一些公共物品。 比如說, 尤其現在我們的家族就是, 比如說像, 這個, 光管孤獨在這種, 這樣一種, 救助啊。 還有, 子女的這個教育啊。 比如說, 很多這個家族寺堂, 它就是, 這個, 就, 教育功能。 就是, 大家在開, 南方可能是比較多。 廣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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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寺堂裡讀書。 像, 福建那邊就是那個, 那個土楼。 土楼就是一個家族, 那土楼很大的。 然後, 廣州, 廣州還有學校。 那, 還有像, 過去這個子女到進京趕考。 那個盤產呢, 都是這個家族提供。 就是家族提供, 就是, 家族提供很多東西。 但是, 家族還有家族內部的一些秩序啊。 那麼, 所以, 这些人都是在强化家庭的制度,大家觉得家庭带来出的好处。 还有就是要形成一种校的文化, 这种校的文化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自发生成的。 只是到了儒家以后对他进行了提炼和强化。 我们看到孔子强调校,儒家的经典叫校金。 但是这个文化肯定是在孔子之前,当时猜测了。 为什么要校文化呢? 因为校就是子女对父母的爱,换我们今天的话说。 有人会提质疑,为什么不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爱。 我建议大家看一下何怀宏的书,可能就是《梁兴论》。 《梁兴论》他讲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现在知道,一般父母都会很自觉自愿地去爱子女。 但是子女不见得自觉自愿地爱父母。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父母和子女这对关系呢,就是说, 父母在奉献于前,而子女要回报于后。 但是这是个付出的时间差距。 所以这是不对称的。 何怀宏说这是不对称的。 所以并不是说,中国国家说, 怎么只强调子女对父母爱, 不强调父母对子女爱。 父母一定对子女爱。 我们大家经验是这样,父母一定对子女爱。 但子女真是未必, 而且父母老的时候未必对父母爱。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所以前面讲,所谓的不履行家庭合业, 家庭的事情就是不赡养父母这件事情。 所以强调孝奥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重要。 当然还有对夫妻间的不忠诚问题。 这是一个男性社会的必然。 这个社会有可能是男性社会, 父亲社会有可能是母亲社会。 曾经是母亲社会, 后来发现了父亲社会。 但是为什么发现成这样,很复杂。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 男性是有暴力优势的。 说白了, 而人和人之间是要有暴力优租的。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 所以肯定他强调的是父女的争吵。 他不强调男的争吵。 这是肯定的。 但是一般而言他也是要强调的。 比如刚才讲那个秦相连的故事。 他也是谴责陈世美的故事。 他也是谴责陈世美的故事。 你是不忠诚的。 但是总体来讲, 他也是强调妇女对丈夫的忠诚。 有人说这个有什么道理。 还有一点道理就是, 家族是要保证家族的后代是自己的后代。 他是要强调这个。 但是现在要批判, 应该是双方都要工程。 这是肯定的。 那么再往就是上升到法律。 我们能看到在强调中国社会的法律的不平等。 比如说, 你伤害父母和父母伤害你是不对的。 这毫无疑问的。 也就是过去讲的毫无疑问的。 因为父母生你的人, 对你有大恩大德的人, 你是伤害他。 这个和他伤害你, 是不一样的。 他也是这样一种, 家庭为基础。 因为家庭是这样过来的。 家庭是父母生子女, 不是子女生父母的。 家庭是这个基础。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是不对的。 按照现在的看法, 这个就不对了。 可以说, 如果所有人, 个人主义的, 所有人都是平衡, 那肯定不对。 但是呢, 你要从传统中国的这种, 以家庭为基础, 这样一个社会发展来看, 有某种和平性。 即使现在是介绍了道德上的一种和平性。 不说别的, 法律上可能是平衡的。 但是, 现在我们也会说, 一个人去伤害父母, 这是丧尽天良的。 所以说上几天, 你坚持伤害你的父母, 这是丧尽天良的事。 就是这个好运。 虽然法律上不容易, 但观念上还是这样。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从这种家庭主义的这种制度和文化, 它其实就, 应该说, 要发展出更多的东西。 那么, 其中一个东西呢, 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 是一种宗教功能。 宗教功能。 我这里讲, 比如说道德、 教化和超越生死。 这种功能在其他社会, 西方社会, 或者在伊斯兰世界, 那是由宗教来完成的。 就是说, 这个, 道德教化也是宗教在完成的。 那么, 这个, 超越生死也是宗教在完成的。 那么, 为什么道德教化是宗教在完成的? 就是, 就是, 这个道理就是说, 这个, 由于人, 这个, 它是宗教有限的。 所以呢, 它某一天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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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 是吧? 然后, 他做的坏事, 就可能就不受惩罚。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所以, 就是说, 经学就有一个分析, 就是说, 如果, 人和一天互动, 我们总是互动, 永远互动。 是吧? 那么, 我就会约束我自己, 不会伤害你。 是吧? 因为我伤害你, 你必然会反复来报复我。 就是, 一次, 我有可能, 我跟你, 就见一次面, 我把你坑了, 是吧? 我就走了, 你永远见不着我, 我走不了, 我不受惩罚了。 但是, 我们总是在互相的去互动。 就是, 我们叫博弈, 是吧? 那么, 这样就, 你就会约束, 是吧? 因为, 就是, 因为人总会报复, 就是, 你删我们, 他总会报复, 所以, 他就变成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 这个, 这个, 多次成功国议, 或者无限制。 那么, 反而有限制, 我就有可能坑你。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坑完你, 我就走了, 就是, 我们俩再见不着命了。 是吧? 路易十五, 是, 韵哲, 嗯。 我死后哪怕红色一条天, 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死了, 你管, 是吧? 死后哪怕红色一条天, 他就, 他就, 没关系, 是吧? 所以西方社会怎么办呢? 我讲西方社会是个女主, 但是这个说法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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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他有一天, 他是要复活的, 就是, 就是, 他复活了, 他要去, 去裁判, 做过末日审判, 说你到底干什么坏事了, 你到底干什么好事了, 我给你决定, 是吧? 他是有这种灵魂之说, 有这种不死之说, 就是, 这个意思呢, 其实就是在, 观念上延长你的寿命, 就是, 你并不是寿命有限, 你其实, 你死了以后, 你还会去, 是, 上天上还是入地狱这件事, 还没完呢, 是吧? 所以, 你就要想那, 我现在做了坏事, 那我儿信基督的话, 那就完了, 那我可能做了坏事, 进地狱, 我要受惩罚, 这很可怕, 是吧? 就很多宗教都这样, 包括, 包括, 伊萨兰兰教的佛教, 佛教它要轮回的时候, 是吧? 你此生, 你要做的坏事, 你下辈子, 你做灵动了, 是吧? 就是, 他的宗教很有意思的事, 从观念上去延长你的, 这种十斤事业, 就原来你觉得, 我死就死, 死了谁也找我去, 没有, 你死了你就进地狱了, 是吧? 就不行了, 是吧? 所以, 这是这个, 这个西方社会, 其他这个, 这个,这个, 有宗教的作法, 它解决, 道德教化也很重要, 就是, 道德教化, 有时候说, 哎呀, 这样做得很好的, 是吧? 这是对个别人是这样的, 但是对大众来讲, 他肯定是说, 你要做坏事, 会出了什么惩罚, 是吧? 所以你要进行道德, 随着道德教化, 他就变成这样, 是吧? 所以, 那么, 这个, 这个,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什么? 那就, 刚才讲了嘛, 有家庭了, 就是, 有家族的这种血脉延续, 那么这个, 这个其实跟这个, 西方的这个宗教就很类似了, 是吧? 就, 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 这个, 就是说, 哎呀, 你死了, 你不是还有子孙吗? 而且你要把你的子孙视为你的家族生命的那种延续, 是吧? 这种家族生命的延续, 那么, 是不是对你来讲, 就是, 相当于你没有退出这个互动, 是吧? 这个, 这个其实, 这个, 非常重要, 所以, 在中国古代, 有这么一句话叫,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庆, 是吧? 他就讲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 你现在苗不做善事, 是吧? 那你可能你后代会受殃, 受殃的, 受殃的, 是吧? 不是你, 而是你的后代, 你的后代, 那么, 从观念来讲, 跟你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 这个在中国, 就是在这样一种, 家庭主义的, 这样的社会中, 这是一种, 让你去, 这个, 遵从道德的, 又是一种, 方法, 也是一种, 就是, 观念上, 你觉得, 你不会退出的, 是吧? 你要做坏事会受惩罚的, 你永远不可能逃脱这个惩罚, 是吧? 所以这个在这个, 中国社会很早就这样, 所以, 这个概念, 就是很类似于那个, 这个, 这个, 佛家的这种因果报应, 但是这个, 其实, 就这种观念, 不是从佛那儿来的, 这句话, 这句话很老, 这句话, 既散之下, 比不散之下, 比不散之下, 那佛教还没诞生的时候, 就这句话, 是吧? 就是, 但是这句话跟中国报应是很类似的, 是吧? 就是非常, 非常, 非常, 这个类似的, 在春秋的时候, 我记得何怀宏讲的就是说, 春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 就是他, 祖先做了一件坏事, 然后还被记录下来, 然后到他这儿, 他每每看这个记录, 他就感到羞愧了, 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这样一种观念, 对人的影响和约束, 就非常大, 所以这是一种, 道德教法非常好的, 这样一种形式, 那么当然还有, 像这个, 这个, 《孝经》, 是吧? 因为这个, 《孝经》很短, 但《孝经》呢, 特别值得看, 就是, 不是我们讲的那种, 大概理解的那种《孝》, 这个《孝经》是让你, 遵循道德, 做好事, 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说, 哎呀, 你就是孝顺父母啊, 整天给父母好吃的, 你要, 这个都太熟了, 他肯定不是的, 他, 他想到他是说, 你要去做好事, 比如说, 他第一章就是《天子之相》, 《天子之相》, 是吧? 这个后面会讲,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你要去爱护百姓, 给这个社会带来正义, 和道德规范, 这样才是你的《孝》。 那个邱峰老师啊, 他在一月份, 在那几华山, 昂归左山, 他开始孝经读经班, 我报名了不? 我觉得可以去学一下, 一天期在九华山的书院里面, 那挺好, 邱峰老师办的, 《孝经》研读班, 那挺好, 那个是值得读的, 就是大家一听这名字, 哎呀,孝, 在中国这个孝的都不是好词, 近代以来就是, 中孝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对,孝其实很重要, 那么其实就是说, 他的意思呢, 他是道的, 孝经是道的, 就是我刚才讲, 由于你知道你的家族的寿命在延续, 所以你不敢做坏事, 孝经是反过来跟你说, 你要做真心道德, 你要做好事, 这样你会有好结果, 所以, 你看孝经这个词啊, 这个讲的, 长守贵, 长守负, 宝舍吉, 守其宗庙, 守其祭祀, 什么意思? 长守贵, 就是, 长这个是跨越时代的意思, 就是说, 不是你自己有生之年, 守这个贵, 和有生之年守这个负, 而是你的子和后代的意思, 长这个概念, 他肯定不是说, 你活了这几十年, 然后你这几十年很富, 然后你死了以后, 你的子女就不行了, 他是指的子孙后代的意思, 宝舍吉, 他是指的诸侯, 舍吉就是他的这块尊丰的土地, 宝舍吉就是, 你这个舍吉不要丢掉, 那就是你这个家庭在延续啊, 那么守其宗庙, 宗庙就是, 家族的香火, 宗庙就是祭祀祖先的地方, 祭祀祖先就是, 说白了就是, 你这个祖先能被人祭祀, 一定这个祖先的后代在延续啊, 是吧, 所以, 中国到过来说是, 断了香火, 断了香火什么, 那就是没人祭祀了, 断了香火那是一个很, 在传统很大的事儿, 现在不是事儿啊, 谁说断了香火, 谁祭祀里想过没有, 没有想过, 但是你要, 这人处理, 在传统中国去想这件事情, 是吧, 就是他以家庭为基础, 这个社会去想, 那断香火简直太大事儿, 刚才讲过这儿, 这家庭的利益最大化, 就是他要, 家庭要延续, 所以, 孟子讲, 不孝有孙, 无后为大, 这句话, 你现在能理解, 过去, 哎呀, 就非要生孩子, 非要生男孩, 那过去就是这样, 就是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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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生男孩, 你就没有, 你生女孩嫁给别人家, 是别人家的, 然后你就, 是吧, 然后你们家就没有人给你, 续这个香火, 是吧, 他就很恐怖的那件事情, 说在现在我们无所谓, 我都没, 但是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是首其孙的, 首其季次, 一个意思, 是吧, 就是说, 其实, 他就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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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 你只有这样做, 道来说, 你只有做这些好事儿, 尊心道德, 你才能够是你的家族理训, 然后他, 他的特点还什么, 就是说, 儒家我讲, 他其实, 非常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就是讲道, 讲道理就是说, 我劝你这样做, 为什么, 对你好处, 而这个好处, 不是当下的好处, 是长远的好处, 所以他, 你要这句话都是, 孝敬就是这个意思, 你, 当然你可以去, 听听秋风怎么讲劲, 其实他就, 他就劝你, 我还怎么劝你, 我没法劝你, 因为我劝你, 你当下能活得一百万, 这个东西, 这个儒家不会这么讲, 然后, 你一百万, 贪污一百万, 然后每天进监狱, 这个儒家不会这么劝你, 是吧, 他这劝是长远的, 所以, 这就是儒家的一种, 就是劝收这种技巧, 而且他, 你看这个对象是谁, 那个孝敬就是, 天子之孝, 诸侯之孝,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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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为什么应该这样 只能用长远的意义去训练它 祭祀本身有教化功能 刚才再讲讲就是超越生死的 其实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死的那个理解 因为人是唯一的一种动物 它知道自己 明确知道自己 注定要死 但是它要非常快地活在时间的一种动物 那为什么 就是 人自从知道以后 觉得它被死是有恐惧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吗 有些小时候说 原来不知道 我们人还要死啊 恐惧半天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 我不知道你们有过吗 反正我有过 这个 当然就是说 人必须得给出一种答案 是吧 人得给出答案 就是比如像宗教一般 你不死 你有灵魂 你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是 人才难心 你能看到信教和不信教的一样 不信教的人这个 惶惶不可终日的 哎呀 我要死了怎么办呢 是吧 所以你看唯物主义者 现在老爸讲唯物主义者 那帮人才是最怕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死去的 但你信宗教 就好了 那么 这个家庭主义也是一样 我死了,我活在。 他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說出來的共產黨人,他會有問題。 很多人,你看他老婆老婆無所畏懼。 唯物主義嘛,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宗教,很多人類制度常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確實看信教人和不信教人,它是有區別的。 所以信教人就被坦然面對了因此。 特別淡定的。 家庭有一定的教化。 家庭它也是。 解決生死問題。 所以我跟別人講,家庭主義也是有個超越生死問題。 它是有的。 所以我一開始講,我看到馮雅蘭那句話講的, 就是說,這個惡人在生一場就是不死的。 這句話太強了,這是一種中國式的說法。 那肯定,生長不死。 這是有家庭的血脈延續。 它是這麼的東西。 這是很強的。 它不靠西方宗教那種東西, 但是生理上是不死的。 但是還有其他的,我還會再講。 是有個消息石頭做的。 好的,好的。 上老師,請問一個問題。 你好,以前我們學公司法和憲法呢。 基本上是董事會、股東大會、監事會這三會。 所以國家的憲法中的三成分立。 這基本上我們能夠打得很少。 就公司法和憲法。 公司和憲政我們進來的感覺。 那我想理解一下。 家庭、企業和國家, 它在這間是否有一個共生, 中間是否有一個通道。 比如說,企業有三會, 國家有三權, 那家庭是否有家庭到國家, 有國家到憲政, 它這幾間是有一個通道。 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後面會講到。 我看這個問題非常好。 是否覺得是這麼回事嗎? 對, 我們學公司法和憲政。 那中國過去的家庭, 那個國家怎麼成功呢? 當然我會跟你講的, 就是它這個, 就是它這個, 一直它有所謂的那種, 家庭主義憲政。 就這個意思。 好吧,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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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常超前, 是吧? 那後面肯定會有這個東西的。 行, 接著, 這個, 這個呢就是, 這個, 就是祭祖啊, 它這種形式, 它其實又是, 用來進行道德教化。 就是, 首先呢就是, 這個, 這個, 祖先的祭祀, 它不是沒有選擇的。 它不是說, 你生理上是你的祖先, 你就祭祀他。 它是選擇的。 就是, 比如像這個, 比如, 周朝, 是吧? 他祭祀像, 什麼, 文武周公啊, 你能看出來就是, 這件事對周的這個崛起是有奉獻的。 那麼, 它是有這個大功德的。 是吧? 它有功又德。 那麼, 所以, 這種選擇本身就是在被後代的一個榜樣。 是吧? 就是, 你要學誰。 那麼, 榜樣就是, 如果這個祖先, 他有問題, 有毛病。 是吧? 比如舉個例子, 就是, 外面人祭祀這個商咒王。 是吧? 那個商, 商的後代是可以祭祀的, 但是它不會。 但是它有這個, 大家看那個, 山天裡面很多, 湯地廟, 那是肯定有的。 那個商湯肯定有的, 因為湯的崛起, 它, 它, 成為一個天下共同, 當時就算是。 所以, 這個, 本身就是一種, 就是, 是吧? 我們就說, 我們要學誰, 就跟我們現在說, 樹立一個靶像, 是吧? 雞翅也是這樣, 雞翅也不是所有的祖先, 生理上的祖先。